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的SDM Star Channel 今天是抗疫專輯第三集 邀請到註冊心理學家Victor 來和我們分享 Hello 想問一下現在停課 其實小朋友都很長時間在家 尤其是教育局也通知到到4月20日 還有差不多接近兩個月的時間 相信小朋友在家的時間又長了 當然親子的時間也長了 但也有收到家長說親子時間長了 但有時候爭執又多了 不知道在心理上 有甚麼建議給家長 可以和小朋友相處 甚至如何減少爭執呢 我想第一件事要家長先照顧好自己的情緒 照顧好自己的情緒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家裡的時候 都需要一些獨處的時間 例如說如果小朋友在做功課的時候 會不會可以趁這個空檔去聽歌 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當然我不是說一些很小的小朋友 但如果去到小學或者是幼稚園的時候 可能他們都可以自己看書自己的總課 家長就可以趁些時間去照顧好自己的情緒 第二件事就是家長需要對自己的情緒很有察覺 當我發覺我的情緒好像上來了 快要爆的時候 可以暫時停止當刻的活動 例如小朋友做功課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挺勞氣的 可以在這個時間暫時抽離一下 不如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吃個下午茶再做功課 這個是可以令到減少父母和小朋友之間的衝突 第三就是在日常的生活裡面 雖然不用上學 但我們盡量希望可以令到小朋友 都不是隨心去做 例如這個時間是做功課的 這個時間可以休息一下 看故事書 這個時間可以看電視 令到小朋友有規律去做一些活動 這樣都會幫助小朋友有更好的行為 那有沒有什麼建議 可以讓他們過得充實一點 其實小朋友很充實 每一天都 因為我知道很多學校 就停課不停學很多網上功課 但我想好像剛才我們這樣討論 在家長的角度 最好給他們一個時間表 可能有做功課時間 有些休息看故事書 有些可能看電視的時間 而家長和小朋友 亦都可以想一些親自的活動 例如一些攀任 教他們煮菜 教他們做蛋糕 做西餅 這些都是可以做的一些活動 透過這些活動 令到親自的關係更好些 而其中一個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就是運動 因為根據世衛的指引 小朋友應該每天都有適量的運動 但問題就是你困在家裡 香港環境這麼小 都很難有運動 而在小朋友的角度 我在家裡這麼小 我又很難自主去做運動 所以在父母的角度 可以做的就是帶動起它 例如可能一些手機的APP 很多是教我們怎樣做運動的 可能一些很輕的程度 去到一些可能真的鍛鍊肌肉的程度 可能有不同的難度去選擇 那父母和小朋友一起做 亦都可以帶起小朋友的興趣 非常好 那我自己女兒都在家裡 經常會跟我們一些頻道 一些網路上學跳舞 那我會讓他們舒服一下 那現在這段時間 每個小朋友都在家裡 模型之中 就用多了電子產品 加上現在上課 很多學校都推出網路上課 所以其實用的時間 都比以往長了很多 或者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他們應該怎樣去運用這些電子產品 我想Danny媽媽可以 跟小朋友定一些規矩 例如我用多久要休息一下眼睛 用多久要離開房間 然後在客廳走一走也好 又或者可能給他們聽 一個正確的使用姿勢 光線 同一時間是當休息的時候 儘量讓眼睛去看 可能出窗口 看遠一點的地方 令小朋友不會長期對著iPad 你知道很近的 即是影響到他們的視線 或者他們的身體 我想短期內 都無可避免地 因為鏡頭的觀看會多了 即是屏幕觀看會多了 但我覺得家長無需要太擔心 因為這個始終是短期的做法 加上如果是一個有清晰指引下 一個大家都明白到 應該怎樣使用這個電子產品的時候 相對來說都安全 現在除了學校有推出網上教學 現在很多興趣班也都推出網上教學的平台 變成不僅是學校的學習 有些興趣班 好像我們 SDM也有推出網上學習 當中會有拍片給小朋友看 甚至乎有老師 現場跟小朋友一起去 矯正他們的動作都有 你覺得如果作為家長 在這些電子學習上 可以有什麼角色呢 我想家長第一件事 就是剛才這樣說 他要安排自己的時間 但無可可認 這段時間家長多了是有幾個 可以的話 我也蠻鼓勵家長一起跟他們看這些編段 包括甚至乎一起嘗試做動作 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除了在小朋友學到技術之外 其實家長跟小朋友之間的互動 他好像多了一個普通題去分享 甚至乎有時候 Danny媽媽做不到動作 可能是鬧笑話 可能小朋友教他的時候 亦都可以有一個成功感 或者是溝通的技巧 我想在一個這樣的疫症環境裡面 我們可以做一下 怎樣可以善用到一些現有的工具 去令到我們的生活過得好一點 謝謝Victor 多謝你今天跟我們分享了 很多好的意見給我們 讓我們的家長 可以好好地跟我們的小朋友 去共享親子時光 多謝 謝謝 而下一次我們的抗疫專輯 就會再有其他的嘉賓 來跟我們分享 所以記得逢禮拜五 收看我們的SDM Star Channel 好啦